本视频由一位给我点赞并承诺看我视频的粉丝赞助播出 不管别人是怎么想 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倒霉的人总是我 相信每一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运气非常爆棚的人 好事总在他的身上发生 对于我自己来说 别说走运了 想过的不倒霉 过点平淡的日子都很难 为什么幸运的人总是那么幸运 倒霉的人总是那么倒霉呢 这里我就阐述一下我的传奇经历 我相信身边的朋友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 感同身受 脑霉 我们过年的时候 不管是公司群还是家人群 都有人喜欢发红包 你有没有发现 手气最佳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两个人 他们不管是第一个抢 还是最后一个抢 都有很大几率能拿到最大的红包 而你辛辛苦苦查找各种攻略 到最后200块钱的红包 也有可能只拿到几分钱 我感觉我损失了几个月 可不是 这时候的内心可是相当崩溃的 这个应该就是概率事件吧 毕竟你也拿过手气最佳呀 就当它是概率事件 咱们时间往前推 在我小学的时候 一直流传着教学要改革 小学有可能从五年级变成六年级 就这样传着传了两三年 等到我到了五年级的时候 我的上一级 他们直接到了初中 而我却凭空多出来一个六年级 多上一年小学 我也忍了 可是从三年级开始 就说学校要翻新 四年级开始 已经在盖新教学楼了 我以为六年级能进新教学楼爽一爽 直到我小学毕业了 新教学楼才开放 有很好的多媒体教室 电脑室也更换了新电脑 操场上也多了塑胶跑道 你也是够倒霉的 可不是嘛 更可恶的是 他们居然装了空调 这感觉好像 一切都是一个阴谋呀 学校好像早就想改善学习环境 就等着你们毕业 当年的我 也是这么觉得 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事情 你长大以后 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那可多了去了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不平凡 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哎呦 什么大事业 我是做手机电脑维修的 我现在就感觉我有一种魔力 能让各种电子产品 在我面前服服帖帖的 比如 这边客户有一台电脑 出了点小问题 电子邮件发不出去 或者是上不了网 心急如焚地给我打电话 让我立刻过去修 报销打车费用 我当然是很恶意的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出现了 当我全副武装 站在电脑面前 客户的电脑自己好了 感觉客户的电脑 被我的王八之气给震慑了 试了各种办法 都无法重现客户的问题 当我拿着客户 给的打车费走了 不出半个小时 客户的问题又出现了 好像真的感觉你有种魔力 只要你站在他面前 他就会重新恢复正常 可不是吗 搞得我好几次都白跑 这都不算最倒霉的 因为在上海工作的那几年 经常要上门给客户维修 每次出门都要看天气预报 然后选择合适的出行工具 不管是骑电动车 还是坐公交地铁 经常都是出门的时候 晴空万里 回来的时候磅礴大雨 这个 而且更郁闷的是 如果你在外面躲雨 它会一直下 当你到家以后 它就停了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生活中的你 还有同样的经历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